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我是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頻道 再按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的影片 上一條影片講完填口青龍的Unfixed 今次就輪到講版本浩一的AI多諾度 首先簡單介紹一下這位版本監督 版本浩一是現年51歲的美籍日本人 他做過電影監督和替身演員等等 自小就很喜歡看成龍的舞打片 他仍是新人年代的時候 亦因為他矮小的身形 於是就經常出演做舞台表演的粉紅戰士 即是大家經常講的戰隊類角大肅皮肚 高中畢業之後就去了美國留學 23歲的時候 還跟過成龍的成家班讀學師 所以他的片中很多動作戲 從時拍攝電影工作的資歷上就高過填口 在特色片中有好幾種元素 會看得出是版本的出品 例如某幾位御用女演員 又或者非動作演員 突然之間會多了很多肉搏戰的場口 又或者露長腿 套女狼等等的性感畫面 至於超人方面 版本就很著重他如何很有型地呈現出超人 而且他亦都很知道大陸粉絲的需求 可能因為他去過美國留學 又懂得講英文 他都做過不少 Power Ranger系列的監督 之後收電戰隊 科姐 銀河S G-DOR 和拖列架 都是由他做主監督 最明顯看得出分別的就是銀河 本來銀河一群主角沒什麼動作器 去到銀河S的時候就開始多了 電影十勇士最明顯 連平時是花瓶的女地底人都要戰鬥 至於性感女女方面 你看看W的長宅內央的套女郎 科姐的坂田李香子和袁幹衛 G-DOR的愛奇萌雅 還有Eccusator 食鬼博士裡面的三本千尋 你就知道 版本好一是一個典型的男人 亦是我們的好同志 這位這麼喜歡女色的版本監督 在2020年10月 有份製作三大特攝以外的特攝片 不過並不是自主片 亦不是劇集 是特攝和偶像 兩大元素融合的MV 這位特攝偶像的組合叫做Twin-Twin-Kuruzu 2020年10月推出第一首MV 然後同年12月就已經推出第二首MV 就是版本好一做監督 方川念狗做編劇 雖然是MV 但裏面也有故事 不過講故事之前先介紹一下角色 男主角叫做雙內城 工作就是經理人 由超人G-DOR飾演小綠的奔田龍神去飾演 然後就是偶像組合的兩位成員 分別就是粉紅色的Luv和藍色的Ebru Luv的聲優就是少少木桐 本來被棄置的他有如街上的垃圾 路過的小綠就帶了他回家 性格開朗活潑又浩洞 經常見到小綠和Ebru放閃就會吃醋 至於Ebru的聲優就是宮崎珠子 某一天突然有個神秘包裹送到小綠家 小綠和Luv打開之後就發現Ebru在裡面 論機能上Ebru就是Luv的原型機種 所以情報處理和運動能力都低於Luv 所以性格上比較斯文聽話 又很得體那種 另外其實我找到他們的皮套演員資料 不過誰做Luv 誰做Ebru我就不太清楚了 分別就是安達人美和本多翼 不是本田翼 而且某AV女優出道前的名字都叫本多翼 不過AV女優的身材超豐滿 所以我估計不是同一個人 而安達人美有做Luv的Guridjo 以及多套作品裡面的女Pieto Sejin的皮套演員 而本多翼有份做過超級銀河格鬥2 不過做哪一個角色就不太清楚了 然後他們第一首MV的歌名叫做 Sai Ko Aidoloido裡面的故事 就是講他們一人二機的相遇 以及日常生活還有放閃等等 而第二首MV的歌名叫做 叮噹叮噹 就是Luv和Ebru 見到一個女學生 然後就幻想自己變成女學生的生活 以及一人二機的三角戀故事 好了 現在開始講一下感想 平時看後宮翻看得多 特色加偶像的後宮片真是很有新鮮感 小鹿和兩個AI機梁過著同居的生活 一個穿著圍裙煮飯仔 一個很自如可以睡失寢 簡直就是不少男人的夢想生活 然後每次幫他們開機 就是按胸口的開機制 至於把臉貼近的胸口就多餘 話說馬高斯我第一次看機梁的動畫 就是這個Choppies 這套動畫就是百變小鷹Kulabu的出品 故事裏面的女機械客人同樣被棄置在垃圾堆 不過這套動畫的女機械客人的開機制 就不在胸口 而在下面那個位置 好了 講回小鹿的幸福生活 於是故事就是小鹿做他們的經理人 過著努力做偶像 每日練跳舞 以及每日恩愛放閃的生活 還要第一首MV的最後一幕 是三人同床 至於特色方面的要素 主要就集中在兩位機梁的皮套上面 Luv和Ibu就是兩個型態 一個就是日常未變身前的型態 外觀上就像穿著學校的泳衣裝 而且本身皮套是超級緊身的 於是乎就進行了尾形但不算豐滿的胸部 略帶欲感的小短腿和小屁股 高度方面一個就是150cm和164cm 都算是嬌小可愛型 基本上就進行皮套演員的身段 日本那邊的網民 直接用AROR去形容 都不知道是不是版本好一的口味 雖然我覺得是看得上心悅目 然後當要踏上舞台唱歌跳舞就會變身 變身畫面比較簡單 就有點像美少女戰士加戰隊變身的感覺 對比起現在還有心機和時間 去玩自主特色片的填口 版本主要集中做商業片 這次AI多奈多 背後的公司就是Bandai Lamco 另外雖然我不斷叫男主角做小鹿 雖然他的確同樣是驗幅無邊 但片中的角色大家記住不是超人的小鹿 而就在寫完稿幾天之後 官方亦公佈了 很快就會有第三首歌 而首張的MV圖就是三人混浴 我心想什麼 竟然可以將二次元的後宮劇情 放在三次元的特攝MV裡面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記得按LIKE我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